同學你活在市面上的理念是什麼呢 那不就是為了錢 為了生存 或者為了吃飯 那再多一點呢 就是為了要安定 那為了要怎樣 喔 名聲很好的是有權跟有錢 這樣而已 權勢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看會吃電影 武藝探長倪洛傳 倪洛 香港的武藝探長 這個呢 當然我們這個年紀 以前劉德華演的第一集還演第二集 到第二集就算最終了 結果呢 劉德華那時候已經很老了 五六十歲 最後他講一句話 他站在湖邊 也庸人請說老爺回去吃飯了 結果他講 人的一生 所做的所有事情 不就是為了吃飯 人家吃飯 想看 這不就是一個中心理念嗎 所以人的任何什麼就是為了表達他 這一個特定的理念 而他通常大概就是一兩點 而且很簡單 OK 這叫做人性法則 任何人都是一樣 J的喜蘭迪基礎法學跟念關頭 我常講的 人的行為很受主觀意念的控制 你的一個觀念 你要讓人家懂 你可能要用很多文字講很多話 但是只有一個而已 來 第二個叫根源法則 這個就是我常常跟學生講的 同學 我想今天會遇到問題 最多絕對不是你們考生 應該是老師 為什麼 因為你們遇到任何問題 你們可以跳過去 那奢侈後面的理解考古題 或者是各種題目 你可以視而不見 那不鳥他 又繼續蹲下去 但是一個做老師的呢 他跑不了 你如果面獸的話呢 中途下課 還是終局下課 都有一個學生要問你問題 平時的各種問題 像我們這種的也是學生也都會問 OK 你是不是要遇到最多問題 而且你要給人家解決 你不可能從大學就是這樣 你上課不要拿起來說 各位同學 我只負責教書 有任何問題不准問我 這是大學 你不可能這樣說 大學 任何學生問你 你都回答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會 那你還教個屁 所以老師是不是遇到的問題最多 而且他有義務有使命 一定要解決 好 這前幾天我幾個學生 他們就問我 有很多問題 OK 慢慢慢慢 無法發現 在整個回答問題裡面 我講的一句話 什麼話常常重複講 啊這個問題很簡單的嘛 從根源左手就好 你去想它的根是什麼 你通常就可以得到解答 這是我對他們回答裡面 所使用的文字最多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語言很多 才發現 嗯 我的理念 特定的理念 就是一切從根源處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 OK 那是不是產生根源原則 根源法則呢 我現在畫一個圖 比較簡單 來 一棵樹 是不是最根源處的 是要先有樹根 這樣子它才活得了 因為根負責吸收水分養分 然後呢 也是他們能夠站住 風吹雨打 不倒的一個利基礎 根 然後慢慢形成樹幹 對不對 然後樹幹 就有很多 欧色的叫做樹枝 樹枝呢 就開始長出很多的樹葉 來我問你 樹葉永遠比樹枝多 對不對 對不對 再來 樹枝永遠比 它的數量 永遠比樹幹多 對不對 榮葉人說對不對 對 看好錄影的人給我睡著 樹幹永遠比樹枝少 對不對 少是對的 OK 再來 樹幹永遠比根還要多 是不是 不對 這個就好玩了 答案是對 為什麼 OK 因為呢 再怎樣 它都叫做根 我們老師 我的手 它的根三四八八條根 可是再怎樣 它是不是同成一個根 都叫根嘛 這根就是一個 樹幹呢 一個根長出來 什麼 開到一半 有時候還會分支成兩個根 或三個根 那些什麼 百年的大龍樹不是 哎唷 同一根喔 分兩個樹幹出來 我們告訴你 本是同根生 所以 根這個樹木 這叫做什麼 概念上的單一 你們耳櫃上行為 是不是有自然的單一性 跟法律上的單一行為數量 這個呢 就是我們自然 這個叫做科學常識的單一性 雖然有幾百條 感覺的樹根 可是它是全部都叫做根 所以你看看 減一條也不會死 減兩條也不會死 那時候它才掛掉 所有的根都沒了 那樹就倒下去 所以統稱為根 但是樹根它可以 一個根產生 兩根樹幹 可以買 可以 而每一個樹幹 又可以產生很多樹枝 而每一個樹枝 又可以產生更多的樹葉 所以說 甚至花都可以 但是 來到樹葉 來到花 是不是我們說 屬於末端 屬於枝節 永遠繁多 同學 你有沒有領悟到什麼 如果說 你們一個一個問題 都把它當做問題的話 你們讀書一篇一篇 一個見解 一個見解 如果是同一作者所寫的 它寫出來的每一點 或者是你們看那個什麼 你答 所謂答案 它寫的第一項 第二項第三項裡面 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你每一個都把它看成個別不同 那每一個都覺得都要背 OK 那你的準點永遠是在樹葉 你好老師 我要看這一項裡面分幾點 那這幾點根據哪一項 OK 那你也是最多只有到樹枝 或者是樹幹而已 所以對你們講 永遠讀不完 學不完怎麼 馬上又來一個新的判例 發給你們一個補充資料 因為 你的講義 你的樹的堆積樹木 永遠比你人的高度還要快 還要高 不是嗎 那因為呢 給你一堆樹葉 你永遠怎樣 讀不完 而且這一堆樹葉裡面 你搞不好還會認為說 這個A樹葉可能是來自那一個樹 這個樹葉可能來自這一棵樹 明明是同一根樹的兩個樹葉 你有時候還會誤認為它是來自不同的樹 所以說同學你就知道你為什麼 你會費時費力又要費錢的去讀那麼多的東西了吧 因為 凡事都是從根源 你會發現當你根抓到 那一天我會常常講這句話 從根源處 因為他們問我 假設問二十個問題 其實 答案就共同只有一個 從根源 而很巧的是根都還是一樣 要就是說你抓到根源 你可以同時解決二十個問題 所以你是要讀一次 你不用讀二十遍 你只要背一個 你還不用背二十遍 而且根永遠是比較少 比較簡短的 這個 我就在第二項線 常常不是在這樣示範嗎 白板上所寫的那個縮短 那個很少的字數 不就是來自於這一點裡面的怎樣 產生 那個也只能稱為它為樹幹或樹枝 整是整條那個就是根 記不記得我剛才在第二項線講 一個行為不同的行政上的違法 或不同的法律 只能罰一次或罰兩次 我說你只要掌握一點 哪一點 性質目的種類 如果相同就不可以 如果有一不同的話 就可以 因為他們就可以並行 一山不容二虎 但是一山可以容兩個不同種類的動物 記不記得 那就是根源處 那其實在說穿的 那還不到根源 那只是樹幹 那真正的根 還有根 它裡面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老師也好 或者是你說的律師 司法官什麼 或醫生 他們有遇到各種狀況 很多都一定是他們沒有讀過 但是他們怎麼有辦法解決 那就是根嘛 所以你看看 根源理論 你看不到的永遠是形成一切造就一切的根源 所以你就從這個地方先可以體會 當你的眼中只有樹葉或樹枝的時候 你難怪會讀不完 讀不熟 讀不會 當你懂得抓到根 我跟你說 還有什麼不會 這是不是代表 費時費力 費錢 這個地方是不是代表 省時省力省錢 就是這樣 根源 人性法則 根源法則 而且 在根源法則 我永遠要跟你強調一點 看不見的永遠是 就是形成一切造就一切的什麼 源頭或根源 這句話不要小看他 同樣用在生活各方面 你今天這個人為什麼會有錢 你相信我 不是他有人說 他眼觀很好 他運氣很好 他什麼判斷力很快 他勇氣十足 那個都不是 那個充其量 也就是你看得到的樹葉或樹枝而已 連樹幹搞不好都看不到 沒有啊 那一些上榜經驗堂裡面所講的 他們說上榜是用什麼 我會說那都是樹葉樹枝拿出來給你們看 真正的根是什麼 搞不好連他自己都還不清楚 但是 你內在所有的想法 也就是說你的理念 配合這個人性 你的理念就是你的根 這個地方就是那個根 他就是形成所有的一切 所以你現在是什麼樣的境遇 你現在是什麼處置 我會說 你看不到 這些看不到 其實我們外面的人看不到的 那一個就是你的內在 你的觀念理念 就是形成你現在的狀況 老師我怎麼改變狀況 改變裡面就好 這裡面怎麼改 很簡單的嘛 就回應我一開始講的 你的方向正不正確 你方向正確 你放心 這個樹根就對了 你方向不正確的話 那就是代表你不抓根 你的內在讓你永遠注意樹枝或樹葉 這個當然 你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這樣行嗎 OK來 接下來 很重要 這兩個法則分別介紹完畢 現在我準備把它融合在一起喔 如果這個人性法則跟根源法則 他們不相干的話 那只是增加你們的學習的負擔 其實他們兩個是可以互相交配 他們有著因果關係 什麼關係你看看 人性法則 你人的論見內容 通常是不是在宣傳表達他的特定理念 而這個特定裡面 就是他用什麼方法 他看到根是什麼東西啦 他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理念來解讀這個根源呢 而這個根源就是他所看到根 是長什麼樣子 是什麼狀態 就是形成他的特定理念 而這個特定的理念 當然就晃化為很多很多的樹枝樹葉 就是你們看到那麼多的文字 那麼多的語言 所以說我們現在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就是從這個地方著手 好 那你們這一些學者 我們要讀你們書的這些人 我們要看你們實物見解的這些人 你們是用什麼方法理念來解讀根源呢 當我也知道我是同時掌握人性跟根源 OK 這就是神奇重要 最精彩的 好 你們用什麼 當我們知道你怎麼操作的 我問你 他們寫出來的東西你還不了解 他們就等同你生的兒子 這個孩子是你生 父母永遠講這一句話 靠點你就你們祖母生 你會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來 這就是最精彩最精彩的地方 好